这位朋友说32元有货 他说前景怎样看呢? 现在信达跌3%左右 信达也不是一些当炒的类型 所以都会见到生物科技的股份 都是偏向弱小一点 现阶段去看的时候 看30元这些位置会不会有一个支持度 如果今个星期守得住30元 可以期望今个月有机会重赏32到33元 但万一失手30元收市时 有机会会下跌近27元才会存定 所以观众要决定 到底穿了30元是否继续一个捱价手后的状况 这类型的股份跌起来的时候可以很多 但只要稍微有一些利好消息 它随时可以单日反弹10几十或20% 所以如果也有波动性的风险承受能力 可以继续拿着货来观望一下